好的說到渲染落颱風的影響 目前在屏東滿洲的海邊 可以看得到海邊已經插起了紅色的旗幟 而且往海邊一看 可以看到浪看起來似乎也比昨天更大了 而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目前在現場的風浪 大概約有2.5米 將近3米的浪高 不過可以看到一早還是有許多的衝浪客 已經下到了水裡來進行衝浪 而根據目前現場的看起來 確實這裡風還好 不過浪是比較大的一些 而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其實現在在清晨大概六七點的風浪 大概是平均風力來到了五級 但大概到了九點過後 很快整個風力就會來到七級 因此到時候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不過我們剛剛稍早前 也私底下了解了一下這些衝浪客 他們表示如果以這樣的風浪 在國外其實還算是相當的和平 而且他們還可以駕馭 不過在台灣由於受到法規的關係 他們就會覺得還是被禁止的 所以他們也利用這個八點之前 來到這個海邊進行衝浪 而到了稍後可能遊客變多的時候 他們就會立即的來撤離現場 以上是我們所掌握的情況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